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Man Netflix韓國真人實境秀節目黑白大廚已經撥閉 雖然過程中賽制有些我個人認為不勝公平的地方 但比賽嘛難免 基本上是好看的 這裡想要介紹裡面其中一位我覺得很漂亮的美女廚師 那我們影片 馬上開始 普恩影出生於1991年 畢業於京畿大學餐飲管理碩士 有一個雙胞胎姊姊姊姊姊跟妹妹一樣漂亮 嗯 廢話 在節目登場時分類在黑湯匙 黑湯匙的特色是雖然也不錯 但不夠有名氣 不能使用本名只能使用稱號 所以在節目中有用中華料理女神的稱號來稱呼她 師傅則是有50年經驗的韓國華僑呂靖來 呂靖來的資歷非常豐富 也曾經上過韓國女生Judy的YT頻道 並稱讚台灣美食滷肉飯 但因為本片是介紹美女 所以想了解的請大家自行Google她 這邊不多做介紹 普恩影在節目中的手作料理弄了一個冬鍋肉冰花餃子 雖然過程中有點瑕疵 但看起來蠻好吃的 所以我們從顏值的角度給她過關 我是說冰花餃子的顏值 2011年年僅24歲的普恩影就成為首爾高級酒店廚師長 2013年加入師傅呂靖來的紅寶閣中餐廳 並在旗下學習廚藝10餘年 之後受邀到香港川菜餐廳擔任副總廚 我們把餐廳地址放在說明欄 2020年和師傅呂靖來合開的YT頻道 流量不算多 但最近靠著黑白大廚的紅利爆紅 目前這部實驚秀已經播閉 我是蠻期待第二季的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好啦 您能站在去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喜歡你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TVm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